嗨 歡迎收看安安病人子 我是阿炳 我是阿炳 沒錯 我們今天有一個全新的企劃 中午吃什麼 請員工把想吃的東西寫在這張紙上 然後丟到這個箱子裡面 如果他們寫說 北港的骨肉飯 好 我們就要去北港 好 那我們現在就去找員工 因為他們今天在剪片 我先問他們可不可以剪 我們公司也太亂了 欸 認真問三位一個問題 就是呢 欸 你要去哪 你不要出 我們今天的遊戲規則就是 把你們特別想吃的寫下來 然後我們抽出來之後 我們就直接去吃 好 就這樣 大家開始寫 你好像在那種 就是那種什麼風紀鼓勵 寄人家一筆喔 欸 你也很像點餐的人 所以那位同學你來家吃什麼 我今天要吃一個 一棟房子 什麼拼搭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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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輝現在已經在看地圖了 我的天 沒有 阿輝不可以 不可以看地圖 你只能寫大概的地區 然後什麼樣的料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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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查 我們的烏家蕙已經寫完了 我寫好了 我寫好了 希望你們不要抽到我的 你都想撥 我是很開心 但是老闆給我想撥 那我也要投下我神聖的一票 對 你家蕙幫我看一下 你可以自拍阿 你可以性愛自拍阿 最近這些這個 什麼 奇怪的 話題 你可以換臉自拍阿 哈哈哈哈 搭起來好 cute 還沒有結束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變成你 我已經上升了 我上升了 我上升了 你上升了 什麼是上升 上升你怎麼會保餐 我以為我說你上升 你死掉了是不是 哈哈 要不要透露一下你寫哪裡 給個提示 我跟你說這個企劃 就是因為我想去那邊吃那個東西 整個企劃才產生 但是抽到你的機會才五分之一耶 沒有關係阿 我也可以想 我也可以吃這泰文 有沒有想吃的 你知道我們就是 你知道 我們地下中年 吃你最平民的食物 沒有 我說真的啦 我們這些員工沒什麼sense 他們喔 我可以要再寫個一串那兩百塊 一二三四五 好來 來 包館 現在要開始了嗎 這個 這麼刺激的嗎 這麼隨性的嗎 抽到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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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這張了 看誰 窮酸 完了 完了 好像是我的 真好 先密一下 先密一下 這兩個是我的 好緊張 不要太遠好不好 好緊張 不要太遠 我真的不想 我想要下班前回到家 你趕快要吃飯阿 到底誰會被公主公幹呢 等一下 就這麼刺激 了解 就這麼刺激 誰啊 還這麼刺激 茶六 是誰的 茶六是什麼東西 還是家威啦 是我的 茶六是什麼 燒烤啊 燒烤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臉 他直接殺一眼 茶六兩百塊嗎 你 這些員工沒什麼sense 再趕快就進去 反正就是今天中午吃茶六 茶六是什麼我沒吃過耶 就燒烤啊 他們就講燒烤 他多少錢一個人 等著就兩三百塊 你燒烤 你最愛的 單點式的 好 那一十 那一十 欸等一下 我們還是要把這個其他的打開 我們來看一下喔 其他的型的 男生 欸不對 對 你 我怎麼給你平什麼 那你憑什麼 傻眼 我以為丹丹在考驗嗎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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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 想想是我的 竟然會想吃 吃到頭了 想想是什麼 想石天堂的高級版 對 想石天堂還有高級版 沒有錯 我們來看看啊 接下來這個是誰 這是我的 我想吃十八萬公的肉粽 哈哈 哇 你好臉下喔 但是他又比較好嗎 他又比較好沒有吧 你怎麼說我連假 我真是想吃到頭了 這個企劃就是因為我媽媽超想吃十八萬公的肉粽 我們看 第幾集會吃到十八萬公的肉粽 我們已經都吃十八萬公的肉粽 突然就會抽到我了吧 好 最後一個就是那個YES麵爾 依然紅樓餐廳藍稱精英酒店 太長了 好 大家準備一下我們決定 我們現在就要出發到台中的茶六 GoGoGo 請問你有開到台中過嗎 其實沒有喔 我最遠就雞翁而已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我開一點微快 來來來來 他現在停一個非常簡單的位置 好像有點太太 可以轉回來了 你要衝到人家道路上 哈哈哈 是假的 爸你你到底架座怎麼烤的啊 啊怎麼開了 煮湯啦 煮湯啦 台中人咧 我怕 好唷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 爬六 吳家蕙寫的茶六 對 我覺得狀況很酷 可是這兩家一起的啦 總而言之我們等一下就要進去吃了 我想問 吳家蕙吃過嗎 我沒有吃過 你吃過嗎 我沒有吃過 喔他是兩家一起 那他們是那個嗎 相關企業嗎 就沒人吃過哪知道啊 你好難回答 所以沒關係我們等一下就進去吃看看 然後最後我們來替這個阿輝選的午餐 來做個評分 滿分是五分 各位 我只要低於15分 你就要請這一餐 Nice 我點了一個精品豬肉跟一個和牛套餐 這邊這家店才點得到的 快吃了 快吃了 快吃 快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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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吃吧 快吃了 也快吃了 快吃了 這個 快看 好好吃喔 可以拿回請客了 我等一下要給三分了 你不能這樣好不好 它真的很好吃 因為它那個收滿豬啊 跟外面的收滿豬不太一樣 是外面收滿豬都很喜歡切的 比較小片 然後中間比較胖 然後旁邊兩邊 側翼比較 你知道比較薄 然後它是 整片都是非常均勻的切 所以它的受熱什麼都會很剛好 不會像外面一樣 就中間可能沒熟 但旁邊兩邊已經焦掉這樣 真的很好吃耶 沒有 就是你唯一沒涉獵 哇 妳是豬博士耶 豬博 豬肉的博士 發不出豬聲了 你有曾經笑過就是不小心 然後笑到後面 然後發出豬聲 有啊 豬叫聲 超長的 真的會 真的超強的 都會覺得超丟臉的 對 現在我們在拍攝耶 換錢服務員 這個石頭有點重 因為難拿 現在要來烤我們這個日式和牛的套材 因為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這是最貴的 我覺得吃普通的食材 不知道它的等級到哪裡 它的等級到哪裡 但我們這個比較 那普通的東西 你有多特別 你有多特別說啊 那我們先不要管旁邊的民眾 我們就先繼續開始 快做嗎 來 我覺得它不是原味 它其實在上面加了一點 胡椒 和牛這種東西 是不能加任何調味料的 不然你是輸出來 它的原始味道是什麼 那你覺得好吃嗎 范范 但是它有加黑胡椒對不對 我不想 欸我突然間想 我想哪個問題 我想哪個問題 請問我們上班不要看 寄給我們肉在哪裡 跟你說 光光說它有寄給我們 我們都沒有吃到 光光 我們也沒有錯 不是因為我們討厭你們 是因為都在這個人的家裡 你憑什麼穿上班不要看 你一個酸民一直在那邊 你幾碗會叫啊 這個牛肩甲蒸油 有點假蒸油是什麼意思 它叫牛肩… 喔 我覺得有點假 啊又蒸油 結果是真的 結果是… 這不是大骨子 你一定是大骨子啦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我在坐月中的時候 那時候我不是就搬了那個… 那個PS5去月中嗎 然後我就PO了一篇文書 就是坐月中的話 就是也是要打電動你之類的 有一則留言被大罵超慘的 那有一則留言就是說 你不應該這樣子示範坐月中 不然你這樣會造成很多那種 以身作折什麼之類的 反正就是叫我 要乖乖的坐月中 不要PO這種什麼 PS5這種邪門歪道這樣子 然後下面的留言就開始說 你也管太寬了吧 你住海邊有酸民啊 就殊不知 那是我媽 所以她手機上面都充滿了罵她的言論 她的通知會一直跳出來 第一次遇到我人生的就是公關危機 對我媽的公關危機 那我後來決定是把這個留言刪掉了 然後刪掉之後 我就打電話去給我媽 然後我媽就說 唉…沒有關係 我已經身心俱疲 我被大家攻擊得非常慘了 老師喔 啊 把它挖掉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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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是要養給我 沒有啦 沒渣啦 還是會吃 你需要 對不起我老婆都在那邊抓 原來想要從3點吃到5點幾 但是我以為想要吃一個小時而已 沒有這種東西怎麼可以吃一個小時 好的… 也是啦 好我跟你講現在呢 在場每個人一個人5分 好 所以只要高於15分 就我們出 就及格啦 對 如果低於15分 你要出 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我給3分 我也給3分 因為我真的覺得算補 真的補 好吃 但沒有什麼重點 那我問一下那個范范 我給4分 蛤 因為我覺得她的甜點很好吃 我們套一句她說的話 甜點不是重點 哈哈哈哈 我要去吃甜點 我就去吃甜點 店我來吃這邊幹嘛 好那來我們的那個夜睡小姐 3.5分 3.5分 前面的3分 就是因為我都吃到一些沒有熟的東西 然後 這個不能這樣算啦 因為我不太吃肉 所以我不會特地來吃這個 所以 所以我給3.5分 就是那個 真的也是甜點 甜點加分的不少 那最後這個四組 好我實話實說 3分 肉是好吃的 但是 沒有明顯的特色 16.5分 可以可以 其實還是OK的啦 對對對 而且我們今天吃下來的價格 總共是7260萬 是的 真的是偏高 我可以點到和牛 所以才是價格偏高 但你還是只給3分啊 對 哈哈哈哈 那今天呢 我們這影片就要這邊結束了 然後我們要直接 殺回台北 因為現在已經5點多了好不好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馬谷斯泰 還有 IBS 對不起我講錯了再一次 我們看到沒有 他現在直接跳過 你那個後面推播都沒有上我們的 蛤 我需要嗎 我也只有一個推播而已 妳要推兩個一個推播 好 葉孫來做結尾好了 對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IBS 訂閱馬谷斯泰 訂閱 是女子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真的是 過分 妳才過分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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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想過會這麼突然來到台中嗎 沒有 我根本就沒想到會偷到我的 好險沒有偷偷明顯的那個蛋蛋漢堡 我們等於台南 我想要上廁所 我剛剛買了一個這個芒果口味的小熊 小熊餅乾 很像鳳梨酥 這很像鳳梨酥 很像鳳梨酥對不對 不是像芒果 不是像芒果 我現在來到的這個是發藥 發藥 發藥 發藥和茶 發藥和茶 我個人覺得非常好喝 就是 它是賣茶的口感 但是我覺得好像在其他地方有吃到的感覺 好氣派喔 好氣派喔 好氣派 妳說妳是皇帝下凡吃飯嗎 沒有…我們沒想到會吃到這麼貴的 唉唷真是 到底是上輩子需要什麼福啊 吃到這麼好吃的東西啊 我根本還沒開始吃 已經開始誇了